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FM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食物鸡蛋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宋世南首先呢祝大家清明节快乐不过这个祝福好像显得有一点怪怪的好像清明节与快乐之间没有太大关系清明主要是寄托哀思的一个日子不过呢今天我的讲述会澄清一下清明不能够快乐这是一个误区就传统而言清明是既有喜也有悲的清明呢一般都只知道扫墓 其实不知道清明的前一两天在传统中也是个节气被称作寒食在寒食呢要静火要冷食据说呢出于纪念因不肯出事而被烧死的影视戒指推 而在唐宋已降呢清明和寒食也渐渐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节日有人认为寒食即清明 在今年寒食呢也就是清明前的一两天呢中国深圳也开始一项禁令不是禁火而是禁魔 3月底异常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禁魔限电禁止摩托车限制电动车的整治行动在深圳进行重点打击在地铁口啊公交站商业区等聚集的非法拉克违法行为 此外呢还要对严重超标没有牌照的电动车摩托车进行查处 根据深圳警方的通报呢这个行动开展十天以来各单位共查扣电动车一万七千多辆 拘留了874人拘留的数量不可谓不多啊 而且呢其中呢有相当数量的被拘留者是谁 他并不是非法拉克的人而是传说中的快递员 我也见到过网上一些图片和视频 把一群警察和邪警如狼似虎的把快递员按倒在地 锁猴锁头就像对付十恶不赦的恐怖分子一样 我就忍不住想啊 这些邪警或者警察本人或者他们的女友或者媳妇就从来不收快递的吗 你们对快递员这么粗暴 你们的女友或者媳妇知道吗 这个行动一出呢直接造成了深圳的很多快递企业 立即陷入了无吃可用 甚至无人可用因为被抓了嘛 还有大量快舰积压的尴尬景地 因为大多数快递企业在快递到达目的地的城市后的配送 90%以上是由电动三轮车和两轮车完成的 而深圳交警部门虽然还是给他们发放了一些配额 但这些电动车辆配额严重不够用 就像是你给姚明一双婴儿鞋 他咋传嘛 比如说别人本来需要五万辆电动车 你给别人一千个配额 别人怎么开展工作呢 在我看来呢 交警部门是有交通管理权限 但这管理呢是为了增进社会福祉 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搞人运动 像比如说对电动车完全可以设置扣分标准嘛 像超速违规行驶等扣分就是了 一旦哪一个电动车的驾驶员扣完分 就暂时取缔上路资格 如果他多次被扣完分 那就终身近期也是可以的 面对电动车带来的交通安全问题和交通效率问题 深圳警方完全可以通过管理效率的提高 和管理方式的改进来解决 但现在呢 是全城市收补快递员等电动车骑手 拘留多达八百多人 这就远远谈不上合情合理的公共治理了 而让我想起呢 在几十年前 好几十年前 八十年前 纳粹消灭街头流浪汉的暴政了 其实深圳做这种粗暴的令人非常愤怒 至少是不愉快的政策 在2001年也有过 在十年前还有过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叫深圳纳粹 当时看到一个令人愤怒的新闻 就深圳为了拆城中村 直接测人家不在家的时候 在城中村一把火烧了 当时有一个新闻图片是绝对我觉得值得得普利策奖的 就一个小孩 后面回到家 看见自己熟悉的城中村的自己的窝居 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他就去找来一瓢清水 在废墟上面去浇 还仍然有一点的火星 做一些于事无补的对家园的最后的拯救 一个小孩在被深圳城管放火烧掉的家园的废墟上面 用一瓢清水去浇灭残余的火星 这真的是令人非常的伤感和愤怒 这是大概十年前了 而就在五年前呢 在2001年深圳举办大运会期间 他们也搞了很多令人发展的政策 比如说他倾走所谓的高危人群 这是一种吃了裸的歧视 还禁止农民工讨薪 大运会期间你不能讨薪 更令人觉得匪夷的是在有些片区 住户还不可以在家斗牛 你不能在家斗牛啊 当时就有评论员评论说 他说深圳的这个举动破了纳粹记录啊 令人骄傲 因为纳粹当年不过是将流乱汉和吉普赛人 从街上清除干净 还没有要求居民不能在家里斗牛 你现在不但清走高危人群 禁止农民工讨薪 还不准住户在家里斗牛 这是2011年大运会期间 深圳的一些公共政策当时饱受勾病 而现在呢深圳非常粗暴的禁谋县电 抓捕暗岛快递员 再次引发了公共的批评 其实照我看来呢 暴政和良政的区别就在于 前者是简单粗暴的 漠视个人自由与权力的绝对控制 而后者呢是多方博弈 以实现帕磊托改进的公共治理 好我们不说深圳县磨了 我们说回来 还是说咱们今天的节日清明节吧 清明节呢 真的是一个奇怪的日子 它既是农历的24节期之一 又是现在唯一根据阳历 确定日期的传统节日 像比如中秋九号端午节 是根据农历来确定的 但是呢清明节每年 是按照公立的4月4号来 确定放假日期 而清明呢 又是传统农历的24节期之一 而24节期中呢 也只有清明 现在被定为是法定的节日 像中秋端午 它都不是24节期 像国庆啊 像一更不是24节期 所以它还是比较特别的 而另外一个特别的是 清明其实是悲喜交集 我们一般只知道 清明有扫墓祭祖 要悼念我们的先辈 悼念亡魂 而且呢 一说到清明 都是断魂时节 咱们都知道杜牧那首诗嘛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下着冷鱼 冷冷的冰鱼 窄连山忽乱的敲 然后路上行人呢 都上魂落魄 非常的忧伤 但是呢 杜牧之诗的后两句 确实只想想乐的哦 我们只想一想 借问酒家何处有 木桶瑶子兴花村 要开心的去找酒家去happy 要去唱歌饮酒作乐了 是的 其实呢 杜牧之首诗 正是充分的反映了 清明的悲心交集的节日氛围 除了祭奠祖辈的悲施 清明在传统中国 还有另外一面 那就是享乐的欢愉 因此呢 也有人说 清明可谓啼笑监视之日 所谓啼笑皆非 人家反过来说 是啼笑皆是之日 在这个时节 你哭也是可以的 而你笑也是可以的 啼笑皆是 像比如 清人著作燕金碎石记 就引了一个 前人的著作碎石百问说 为什么清明就叫清明呢 因为万物生长此时 皆清解而明净 所以这样一个节日 就叫清明 因为万物都在这个时刻 默默的生长 非常的纯净 非常的明净 非常的清解 在清明时节呢 不但草木萌生 遗于耕种 也遗于踏青哦 而且确实在古代中国 清明时节 也有很多喜庆的人们 娱乐休闲的这样的活动与节目 比如说踏青啊 游春啊 赐火啊 赐火呢 就是说 寒石的时候 敬火 而清明的时候呢 就重新发放一年新的火种 赐火 还有插钮 插钮条 还有触鞠 也就是古代的足球 不要读成鳅剧去了 那个是念触鞠 就是古代的足球 当然还有斗鸡啊 荡秋千啊 墙内秋千墙外道 什么肖剑不闻 圣剑销 多情兼备 无勤劳 当秋千 还有打马球啊 当然还有歌舞表演 古代的文工团们 文职烧教们 纷纷开始表演 古代没有文职烧教 也没有表演积乐的 可以去当将军的 没有 然后呢 还有新酒的上市和发布和藏心 确实是在这个季节 不春 万物生长 即将进入初夏 人已朝气蓬勃 活力四舍 春意昂然 像我们在一些古代的笔记 和诗歌中间 也可以看到 清明的快乐的氛围 比如说五代的笔记 开元天宝仪式 就记载了 唐玄宗时候的清明时节 三郎 唐玄宗 唐三郎时候的清明时节 那是相当的欢乐 说天宝宫中 至寒时节 尽数秋千 令宫并被戏笑 以为烟乐 什么意思呢 在天宝年间 一道清明寒时 宫中呢 就到处说取秋千 漂亮的姑娘们 在秋千上面 荡来荡去 他们的心思 也荡来荡去 他们的微笑 他们的笑声 也荡来荡去 并且呢 要饮酒作乐 吃大餐 吃好多好多肉 那么也是这个 唐玄宗呢 在开元二十年 还招令天下 寒时上墓 而寒时与清明相接 后面慢慢融合 清明和寒时 就接近融为一体了 而由于呢 有唐玄宗的招令 清明扫墓 也就渐渐成为了 一个民间 非常重要的习俗 唐玄宗当时呢 所以还有点人道主义 他在清明的时候 还特许久在尽忠 不得出门的宫女 在清明时节 可以出都门踏青 唐玄宗呢 还将此称为 半仙之戏 一半是仙女 一半是春天 仙女与春天的游戏 这也算是一段风流往事 中间那里暗藏了一点点 虽然不值得夸大 但也可以小小地 表扬一下人道主义 因为宫女们 经常是白头宫女 闲座缩悬悬中 她们大半辈子的青春 大半辈子的命运 都是在狭隘的宫境中生活 但唐玄宗呢 特许清明节 你可以出门去 可以春游一下 踏踏青 尽管呢 还是没能改变 这些宫女 事实上的奴婢 甚至奴隶的身份 但总也可以让她们 在生活的重负中 在幽闭的这样的环境中 能够得到一两天的宽松 得到一两天的 从缝隙中的突破 闻到春天的气息 看到春天的绿色 和万字千红 而到了宋代呢 清明时节要出去玩的风暑 就更加的繁华了 像宋代有一位 叫吴志默的文人 写过一部著名的笔记 叫孟良录 孟良录中间有一个词条 是清明节 就说每到清明节 都人不论贫富 清晨而出 声歌鼎沸 鼓吹喧天 自酒瘫痪 不绝日晚 红霞硬水 月挂柳梢 歌韵清源 月声尿亮 此时尚游为绝 什么意思呢 这段话就是说 一到清明节 城市里面的人 不论他贫穷或者富贵 不论他健康或者干嘛 他们终生都在一起 不是这样的 是城市里面 不论贫穷还是富贵 他们都会清晨而出 吹着乐器 唱着歌耳 吃着火锅 也不会被城管给劫了 他们呢 在郊外饮酒贪荒 慢慢的到日落 开始彩霞满天 之后又看月挂柳梢 那么在月下呢 他们继续唱歌 歌韵清亮 郁音味觉 真是一副欢乐的派头 这是古代 清明 他既有悲的一面 也有喜的一面 但是呢 像现代人 或者是我个人 对清明的感觉 还是一种悲伤 或者是一种哀思 像我早年读到过 我的好朋友 埃略特 著名的英国诗人 埃略特写过一首诗叫荒原 荒原里面有一句名句就是 四月最残忍 四月为什么最残忍呢 当然你没法去采访 埃略特了 人家已经去世多年了 四月最残忍 在我的理解来讲 我就深邦一掏到咱们的清明 因为四月是一个死亡 与生者之间的对话 所以四月最残忍 死亡最残忍 而活着有时候 也是一件残忍的事 像今年清明 我回到老家 我和我的父亲去上坟 我父亲已经72岁了 而且他的身体不太好 他有心脏病 他的心脏现在也相当于 是80岁的人的心脏 但是他仍然硬生生的 爬上了山巅的 他母亲的坟 也就是我奶奶的坟 而且呢 我父亲还代替他上 建在的五个哥哥姐姐 磕了15个头 我父亲还建在的 他的哥哥姐姐们 最大的有92岁了 他最小的姐姐 也有80岁了 我父亲呢 那一天上坟的时候 为他的哥哥姐姐们 代磕了15个头 在他自己的 一共是18个头 而且每个磕头呢 我父亲都是额头触地 缓慢而用力 非常诚心 非常充满情感 我在旁边看着 是非常感动 记得很小的时候 妈妈就告诉过我 我父亲呢 在我奶奶死了很多年 我父亲常常会在午夜 因为梦见我的奶奶而哭醒 而且父亲呢 还存在一个深夜 对我母亲说 如果他没有妻子和儿女 他在他的母亲走后 他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了 我父亲说 他的母亲 也是我的奶奶 非常爱他 爱我知道 因为我的母亲也非常爱我 我永远记得 但是呢 也永远不能够报到完全了 母爱 这是一个朴实价值 是人性的朴实价值 我相信 绝大多数听众朋友们 都有深深的感受 那么说到 令人震撼的母爱呢 我想起 多年前 发生在清明的 我亲眼目睹的一个故事 那是一个四月之初 清明前后的一天 当时呢 我准备要去一个镇 叫刘华镇的地方 吃完豆腐脑 因为吃豆腑脑 发发汗 当时早春 忽冷忽热 太任性了 我想去吃一碗 飙悍的 非常好吃的豆腐脑 然后呢 我就到妈妈的抽屉里面 偷了一点钱 偷了点脚票 拿了几毛钱 就步行 从武通桥的县城 去往刘华镇上 我一个人呢 走在马路上 觉得有点孤独 但是呢 自由自在 而行到 当时的川康茅房厂 现在一破产了 当时一个厂的门口 我突然看到了 一个令人惊讶的 不知道朋友们 有没有见过板板车 现在已经非常少了 在南方的朋友 可能都看见过 我不知道北方有没有 这个板板车呢 就是一种两轮的木板车 长一般有两米左右 而前面呢 一般有个姜笋 车手就套在其中 然后弓起背 蹬着地 两手拽紧车把 全身发力 将车拉动 而那天呢 我在川康茅房厂 门口 看到了这个车手 那个车手所拉的东西 是我见过板板车 所创造的最大的奇迹 那个车是满载原木 车上整齐的捆放着四层 近二三十根原木 每一根都出如向腿 气在一起 已经超过车手的 头顶一米多 当时呢 刚才现在说话讲 肯定是严重超载 但是它的技术非常好啊 它拉着非常多的 二三四根原木 用一个两轮的木板板车拉 这个简直是一个奇迹了 而当时呢 尽管天气并不炎热 但是它都打着赤膊 而姜笋呢 就是它的光懂懂 我们说话弓懂懂就是 裸体上升 上升裸体 姜笋呢 在它的身上呢 热出了很深的勾毁 而汗水呢 也像一条条的铁性虫一样 在它额上 在它背上爬行 而有一位老妇呢 跟在后面 好像是他母亲 帮着他推板板车 他们两个人合作 我呢 就跟在这个车子后面 津津有味的欣赏 因为我觉得呢 这是一种张扬体力 和技术的一种活路 忽然呢 这个板板车 转过公路一个弯道 对面有辆大卡车 急死而至 眼看就撞上它了 我在后面看都是一惊 不过呢 这位板板车手 他没有惊慌 他竟全力扭转车把 在电光火石之间 将车扭转了近90度 避过了卡车 他一边转了 一边就抬去扭过头 去呵斥那个鲁莽的司机 一勾着的开始吹 一直吹呦 就在他呵斥的时候 就在他急转的时候 板板车突然脸上的 路面一块石头 由于呢 急转的惯性 一下子呢 倾巢翻覆 整个翻车了 车手呢 也被翻车巨大的力量 灌在地上 而粗大的原木 飞龟的滚落 有一根 正好砸在车手的头上 我惊呆了 我当时惊呆了 我当时只有十多岁的 一个小孩 我惊呆了 因为我离他不过几米远 我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那板板车的男子 他整个脑袋 都被木头砸坏了 我看到他的生命力 被猛然抽走 他的生命力 分如乱丝一样的 像蚕食一样 不觉不断的生命力 被猛然抽走 他就像一件 厚实的毛衣 在瞬间毁灭 他的毛衣呢 这件生命的毛衣呢 最后只剩下一堆 失去组织的乱线 一堆乱麻 事后他的母亲 侥幸运气好 没有被木头砸中 他一下子扔在当场 他不要说发出声 我觉得他连呼吸都 不会了 过了可能大概十一秒钟 他突然冲我大叫 快点救救我 你帮他救救他吗 可是我 一个十一岁的小孩 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当时也吓傻了 我只能在那呆立着当场 这位老妇人呢 这位死者的母亲 因为可以确认 这个木手 当时脑袋被砸开瓢了 砸坏了 应该已经当场死亡了 那么他的母亲呢 去开始做一件 非常震撼的事情 他开始飞扑上去 跪在地上 爬在地上 他开始收集 死者溢出的脑组织和血块 没找到一块 就小心翼翼的捧着 合着泥土 就往他的脑袋里面装 往里面涉 接着找下一块 找了一会儿呢 他又继续喊我 你帮帮忙吗 帮帮忙吗 可是我还是 没有办法帮忙 我太小了 没有能力救 而且当时我下呆了 直到我后面 从金代和孔子 回过神来呢 我也没有帮忙 我没法去帮 帮他去做那样的事情 帮着收集 帮着放回去 我的眼泪呢 流下来 怎么也停不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 现在呢 有时候我也会想起 那位母亲 当我现在讲述 这个音频的时候 当年目睹那画面 全部重新 回到我的脑海中 我看到那位母亲 站在跪在 爬在马路中间 她寻找 她哭泣 她呼喊 她努力想完成 医学上不可能的逆转 努力想用她特别的方式 去挽救 死去孩子的生命 世约最残忍 母爱极伟大 好 感谢各位收听 本期食物鸡蛋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呢 我在考达FM 有一个线上访谈 这也是考达FM的 线上上草荣的第一期 朋友们可以到 考达FM的直播间 去参与互动 可以向我提问 然后呢 也可以在我这一期 节目下面 跟贴留言 说出你们想问的问题 我这一期 现在沙龙的主题呢 是讲网红 剖析网红 怎样练成的 以及网红背后 深刻的社会机制 朋友们感兴趣 在明天晚上 九点到十点 不妨关注 考达FM的直播间 考达FM第一期 线上沙龙 由我主讲 讲网红 欢迎朋友们到时候 一起来参与 收听 讨论 提出您的问题 好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食物鸡蛋 不听不散 拜拜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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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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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